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生打女生你懂嗎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人家就是反感 男生去打女孩子 而且這個就是組織的犯罪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什麼 台灣又是跟黑道有關 人家會覺得什麼 黑道治國 網紅都在黑道 一直要牽扯跟黑道 人家叫人來弄的 這個又是不一樣的 我跟大家講 這個從一方傷害罪 我跟你兩個人看一看 我打你 你打我 兩個人喝酒醉 你打你 你打我 路上真的看到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騎個摩托車 按個喇叭 停個紅綠燈 你看我看 你誇小 然後兩個不爽 下車在那邊一夜夜 你扒我我把你拆下來 兩個人下車在那邊一夜夜 他打起來 這樣的事情是跟 老大 老大交代 要打這個名人 要打這個 網紅 然後老大去跟金主收錢 我們是一個幫派 然後我們預謀來犯案 我們等一下怎麼講 我們問律師 有沒有符合要件 第一個我沒跑嘛 有嘛 所以他沒有跑 他沒有跑 對不對 跑了就 你打人還跑嘛 第二個 我出來 我是認錯人 我不是預謀犯案 第三個 我出來之後我也道歉了 對不起 全原料我 完全按照SOP再走嘛 就跟館長的事情一樣嘛 對不對 開箱開完了 坐計程車去哪裡 去警局自首 符合自首條件 然後呢 叫律師 律師直接跟警察說 他喝了酒 喝了酒 喝了酒再來幹 那個人也喝了酒 所以 喝了酒 你就可以說不好意思 那時候他的律師 一定會這樣答辯嘛 我們當事人神智不清 酒醉 不小心認錯人 是不是很合理 聽起來是不是很合理 可是你們 去打一個有名的人啊 人家就會在旁邊很多社會壓力就出來啦 我說實在話啦 這也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啦 你不能說 我在這邊館長很誠實的講 所以說法律勢必要改變 這個我已經在這麼多年當中 館長一直的 身為一個 小小的 對社會 我也想說 近一點幫助 我就小小的 我就一個人嘛 我這幾年也這麼努力了 後來衍生716 也花了我不少錢耶 各位兄弟們 我也是想要 我們的這些 親愛的民進黨 那時候他們是60幾席啊 跟最近在 立法院吃大便 那是不一樣的 最近在立法院他們是吃大便的 沒有用了 想當年 民進黨 真的 這句話是他們的鐵 鐵律 是他們的招牌 沒有過不了的法案 只有不想過的法案 沒有不能做的事情 只有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 在當年 我也很努力了 但是很遺憾的 答應館長的陳明文 黃帝 我跟大家報告 我律師在跟我講說 我又被一個人告 我到時候過完年 確定一下 聽說啦 不確定 是徐國勇 所以你看他們都 館長為了 伸張正義 這真的是正義 政治就是一個正義 不是為了個人 你看我被這麼多人告 我同時送到船票 船票的日期是同一天 也就是說一個庭 一個檢察官負責我兩個案子 兩張船票來 一個是 好像是徐國勇 一個是民進黨 一個是徐國勇 一個是民進黨 好不好 那我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館長 不是一張嘴巴 我不是一張嘴巴 我是真的下去做 我不是吐他們這些網紅 平常 他們都在幹嘛 論人長短 道人是非 為了流量 開始在做攻擊 這很合理 誰都一樣 我沒有刻意去想誰 很多人都是這樣 爭吵型網紅 爭議型網紅 甚至是做政論的 我本人也是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都一直在做很多事情 帶領大家上街頭 陳明文來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講說 他要修改黑幫 組織犯罪條例 這些暴力犯罪 以及 暴力犯罪我也跟他們民進黨談很多次 都說好啊 那時候 我躺在床上 蔡英文總統來看我的時候 很多都好 我們會盡力去做 做在哪裡 做在哪裡 我今天 我今天這個東西大家隨便去翻 不是館長今天喔 這麼臭屁 是這些都是已經是歷史 已經是經過了 總統也跟我見面 兩次了 蔡英文總統即將要再見了 下來了啦 那賴清德 你做不做 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不會屌我們 應該也是不會做 我只是說 為什麼最近這個話題這麼夯 但是以前 誰在討論 只有館長 只有館長敢啊 敢跟民進黨說 你敢不敢做啊 你什麼時候要做 我操你媽的 我整天在那罵三字經 五字經 六字經 八字經 我七六在那喊到聲勢力竭 大家陪我們站在那個 太陽底下高溫四十幾度的時候 這些網紅 為什麼不講 因為那時候他們沒有出事嘛 那這個其實也是人之常情 這個也不能怪他們 現在覺得 台灣的法律真的口乾爛 台灣的什麼什麼 現在感受得到了 現在終於感受得到了 所以 我有時候看一看這件事情 看一看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發生了這麼多 我心裡面其實感觸很深 我感觸的不是說 你懂嗎 各位兄弟姊妹 2020年 2020年8月份 到現在 幾年過去了 終於 這三年多來 這三年多來 我的努力 終於 我不是說讓人家看見啦 喔 開始有人在討論這個事情 社會大眾大家都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的法律怎樣怎樣怎樣 打人怎樣怎樣 我再一次強調 台灣其實 可以很好 人民其實 可以不用活在恐懼 暴力 詐騙的環境當中 一切 的一切 謝謝道內 一切 的一切 都是出在 犯罪代價過輕 我再講一遍 所有人為什麼今天 人都有野性 人 人都有掠奪的本能 人也是動物 只是我們是文明人 人都有黑暗的一面 誰吃飯 吃飯為什麼要付錢 看到漂亮的女孩 為什麼不用搶的 要用追的 看到人家開好東西 帶黃金 帶鑽戒 拿名牌包 住豪宅 為什麼不能搶他 人心目中都有一個 你知道嗎 壞壞 這你的確不得不承認 然而法律 就是來約束我們所有人的行為 我們現在做的酒測 測出照相 罰單祭典 我們知道殺人 我們會被關 我們知道我們做外事 我們會有後果 最重要的事情是 台灣的許多法律都不健全 台灣的很多東西 都 跟國外 跟日本比就好 我們最喜歡跟日本的嘛 日本 你去看看日本 我們這幾天一直在玩什麼 人中之龍 日本的黑道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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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的 日本的黑道 現在真的就如同 人中之龍當中演的 五年 我們玩那個遊戲 五年 他們被關出來 有錢客人 這五年在社會上根本就是沒有人要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因為他們的暴力團火法太兇狠了 這真的會關到死人的 而且甚至是你在這個社會當中 你什麼都不能擁有 你連手機都不能辦 你連手機都不能辦 所以 在台灣 台灣的法律 太輕鬆了 真的太輕鬆了 你不能 打一打人 罰個幾千塊 罰個 幾萬塊 人家怕得要死 你賺了幾百萬 你恐嚇人家 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 我在這邊我可以很明顯的跟 社會當中報告 陳怡這件案子如果抓到的人 一定是判罪中 你等著看 我常說 黑是見不得光的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黑 黑 見不得光 黑 見不得光 你黑社會 你要扶在台面上 讓所有立委 警察 全台灣人看見的時候 那你就是用最重的去判 喔 如果你今天事情偷偷的發生 你去請個民律師 你有錢也許還可以喬得掉 但這件事情已經浮在台上的時候 上了新聞全台灣人 討論熱度這麼高 我只跟你講 你答應這件case你真的很笨 這個喔 沒給我幾百萬 我不做啦 我不知道金主拿給你多少錢 去教訓陳怡阿 肯定沒有幾百萬阿 肯定沒有幾百萬 但是你付出了代價 如果你真的被查出來 你損失不值幾百萬 真的 我跟你講阿 真的啦 操不操得到 操不操得到 要看事情發生的狀況 操不到 那也無奈 那警戒蒙羞 台灣的法律呢 又被人家嘲笑 你肯定你等著看 那 操得到呢 嗯 操得到呢 開槍都查不到了 打人怎麼查得到 你講反了吧 你講反了吧 你這個 你這個邏輯死掉了喔 開槍都查不到 打人怎麼查得到 打人是比較輕罪 人沒死阿 人家就算被抓到了 也想說算了 開槍打穩的是 殺人未遂罪 重罪 組織幫派殺人未遂 對 一個被判十八年多 一個判十六年多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他們另外這樣判 他們這群人被判了二三十年 我的案子就十六年加十九年 他們別的案子 因為他們犯了很多嘛 要疊加上去 你覺得花得來喔 喔 你今天喔 老大說來給你一百萬 你去開槍打他 你開下去之後 你被關了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你賺不到一百萬 二三十年 隨便也有一百萬賺吧 白天那媽的小七好不好 晚上不偏打 一個月也五六萬 最少 你賺不到一百萬 然後你要被關在裡面 這樣你很開心 你覺得花得來 出來之後 懶教也壞掉了吧 二十幾歲軍力官出來之後 四五十歲 身體還很糟糕 肯定的嘛 又跟社會脫節 外面在幹嘛 你都不知道 你覺得花得來喔 抓不抓得到 我們就全部都來等 我們等 等一下這個 我們台灣的 這麼辛辛苦苦的這些警察 好不好 我們就來等待就好了 我只是說啦 我還是跟大家講一句 台灣沒有 查不到的 只有不想查的 真的 我的案子就是跟政治有關 所以民進黨告我了 你沒看到嗎 我為什麼說我收到船票了 民進黨告我啊 因為我說 媽的 開槍打我的兇手 就是民進黨派來的啊 這個槍就是你民進黨開的 你們忘了喔 所以我現在收到船票了啊 選錢說要告的啊 現在選後了啊 船票來了啊 他沒有撤喔 我收到的這張船票就是這個啊 你忘了啊 你們忘了啊 之前選錢在那邊跟他們吵啊 他們上新聞說告我 就是這一條啊 台中的豬肉事件 就是一個 這三天我剛好都在忙 我剛好都沒有講到這個事情 第一天 我整理一下 我今天做一個 公證 土地公 阿公 第一天事情發生的時候 說那個藥 好 有嘛 衛福部這個媽的說 啊你這個東西 我們怎麼驗都沒有啦 啊就你台中有 第一天塑造出來的形象就是 你台中市政府在抹黑 國民黨 好啦我講比較白 國民黨的盧秀燕 在抹黑 民進黨的中央 你們又來了 全台灣 就你那一包有毒 他們最近都在玩這一套 那個C什麼羅什麼特什麼的 要那個要很貴的 沿路演 演到最近這兩天 風向洗一洗之後 今天陸陸續續洗不太過去 喔 所以王必勝也出國啦 好像是嘛 然後現在也的確承認 就是有啦 就是有這個東西啦 人家出來也 專家出來說 這個東西就沒那麼貴 這種藥很便宜 用化學複製的十塊錢 一大包一包 今天又變成這樣啦 又變成有啦 那這個東西呢 我從左邊看 三立民視 政論節目也好 新聞節目也好 自由 都在說說 民進黨就是在栽贓 民進黨就是在栽贓 我有看到那些立委的 我有看到那些側翼的 FB 不好意思喔 我都會滑到 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栽贓啦 這種藥喔 台灣的豬不可能加啦 一切都是喔 阿公阿的陰謀啦 一定就是阿公阿派來啦 阿國民黨 跟民眾黨這邊的意思就是 你們就是那媽的咧 犯了錯 也不承認錯誤 是不是欠 人家一個基層的 衛生局的檢驗人員 一個道歉 所以說這個到現在 打到現在也是很迷糊 也是很迷糊 喔 因為他那時候說瘦肉精很貴 我心裡面就滿滿的OS 因為館長本人吃過瘦肉精嘛 不只是我吃過 全世界一大堆人都吃過瘦肉精 因為很多選手 或是降重的 很多競技運動 他們也會利用到這個禁藥 去除去身體的水分脂肪等等 保留更多的瘦肉 所以瘦肉精在體育界 真的是廣泛的被濫用 我講的是濫用喔 不是有人用 是濫用 濫用 甚至用到有人掛掉 喔 這個都是常常在聽的 所以 你跟我講說這個東西很貴 我心裡想說 一罐差不多兩三千塊 而且那個要頭他還有賺 所以 我說實在話啦 實話實說啦 事情到現在 有點羅生門了 又來了 我覺得政治也很好玩 就是 你比較願意相信誰 好 就算今天的確有驗到了 他的確 今天最終就是他的確是有嘛 你們也百口莫辯 你們驗也是有嘛 喔 就是有了嘛 確定中央 地方 驗出來的一致嘛 沒有沒有嘛 好現在往回溯源嘛 就這樣這麼簡單 事情過了 三四天過了 船過水無痕啊 船過水無痕 你知道嗎 大家又忘了一乾二淨 我就問 在 2024年大選當中 館長 網路上 一大堆頻道 一大堆政論節目 天天都在講民進黨政府 超私雞蛋 天天都在講 賴百億 天天都在 黃國昌天天都在抓 光電弊案 那時候還有 大家記不記得 也是同樣的啊 有一批美豬啊 不見了 而且不見的是 好幾萬公斤 不見了 他進來到我們新北市 這幾萬公斤的豬肉 不見了 好幾噸 不見了 中央 把關的 這個萊豬 不見了 這個東西在選前都發生 我們所有人 無論什麼弊案 都撼動不了 民進黨的神主派 他只要講一句 難道 不投給我 台灣要變香港 難道 你們想讓台灣變中國嗎 這樣就好了 真相不重要 幹什麼也不重要 反正只要這樣就好了 何況今天選完了 我們就瞎雞巴亂扯嘛 所以今天 我看到很多 人都是蠻支持民進黨的 都堅決的相信 台湯豬肉 是沒有問題的 我在這邊當然也希望沒有問題 畢竟 有多少的台灣人 天天都吃著台灣的豬肉 我也不希望出問題 我也不希望出問題 但是 但是 你就 帶著敬畏的心 大家其實 我在這邊做一個 比較 那種東西的確是不好啦 但是如果這種量來說 會吃到出問題 不至於啦 館長可以跟大家報告啦 除非你天天都吃 豬肉 而且天天都吃到有含量的 吃了很久一陣子 那我不敢保證 那如果是偶爾才吃豬肉 你也不是常常吃同一間豬肉 那 還好 那還好 齁 所以說 你今天無關出了什麼事情 現在 我個人覺得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今天真相擺在眼前給你看 大家也 不知道什麼才是真相 現在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這其實是很可怕的 好 今天就算真相擺在眼前 我們把他新聞都爆出來 爺爺給各位看了 但是還有很多人會說 覺得說這是假的 就是沒有 就是一件事情出來的 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因為網路世界 因為所有人都在看網路 網路世界 就是可以 這樣子去洗 就是可以這樣子去帶 那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你說 盧秀燕他很熱烈 他真的派了一個人 去實驗室 拿了這個東西 打在豬肉上面 然後再切一切 然後再拿去生物實驗室 做一個化驗 有必要嗎 選完了 有必要嗎 我再強調一次 選完了 有必要嗎 應該是還好啦 選完了嗎 有必要嗎 就一包 就做一包這樣子 當然我也看到很多支持民進黨的鐵粉 他們也極力的說 絕對沒有 一定就那一包動了手腳 他的豬肉絕對是沒問題的 從頭到尾就是 那個國民黨的陰謀 無論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無論真相到底是怎麼樣 驗到了就是驗到了 至於說大家要信哪一個理論 沒有關係 沒想到現在連吃豬肉 都有分 你是藍的 還是綠的 這個真的很好笑 但是也的確不能否認 民進黨的確他有他的魅力 反正呢 出了什麼事情呢 永遠都是拿同一道的態度 對館長也是 同一號的態度 就連他們 這個開槍啊 民進黨開槍這個事情 這麼明顯 一個堂堂的立委 余天帶著二十幾個立委 民進黨的在那張紙上蓋章 要幫一個保和會的金主 過一個荒謬的法案 為了幫這個人脫罪 免他十八年的 被判判刑十八年的 要幫這個人 你看民進黨收拾人家多少錢 這位都有上新聞 不爽你再來告 可以把他洗成 館長在污衊我們 我們要告館長 所以一個豬肉有沒有毒 你又怎麼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毒 反正我看到聊天室有人也信沒有毒啊 那沒有關係 豬肉大家都愛吃 好不好 阿管也在吃 這個國家 真相到底重不重要 這是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各位的信仰 可能變得相對的比較重要 有時候你信仰嘛 你信賴民進黨 你就覺得這肯定是造謠 那你有沒有想過 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 如果這真的是不是呢 如果真的 你已經吃下去不少 那怎麼辦 如果 如果這真的是有毒呢 如果當然 你可以百分之百九十九的說 這沒有毒嘛 但是但是如果 百分之一 吃進去的東西喔 它並不是一個 你今天跟館長 在那邊唇槍舌戰 館長 你到底是不是雙標 講完了 館長下線了 再留個言 臭你媽的雙標仔館長 然後舒服 enter按下去 那個輸入鍵按下去 手機按下去 舒服 他不是 他說你出下去 你出下去 懂嗎 就很像來嘴巴打開 館長把我的肉棒叫你打開 出下去 你出下去呢 你會吃呢 你會吃下去呢 吃肉棒你知道嗎 嘴巴打開 吃進去 出下去呢 那 那 那 萬不幸 你吃進去了 我的話不會吃進去吧 這個雜說 你吃肉棒吧 然後天 然後忽然就 你後面就是 很像我們玩那個 剛剛那個遊戲一樣 就跑幾個NPC出來 把你架住 然後就有一個肉棒 往你嘴裡塞 在你嘴裡抽叉這樣 太可怕了 今天跟館長 只要唇槍舌戰 馬上就會變成 生死板的啊 天啊 然後就有人跑過來 餵我吃肉棒 那已經不是神法了 那已經不是神法了 好不好 館長的話 就是神 那不是神法了 館長說的話 馬上就會實現 那很可怕的啊 今天你跟我吵架會嗎 所以 用點腦袋 有時候不是跟館長 吵一個 一時之間的高潮 一時之間的快感 送 送款 蛤 今天跟館長 玩家的 你爬就是 鬆快啦 鬆啦 你娘 我用打你 打他 一句話說不出來 鬆快 今天不是 你要怎麼鬆快喔 今天 我來跟你說 豬肉 林江里 吃狗丸湯 叫 白骨 吃鞭腸 炒個青菜放肉燥 用滴油 齁 三小都三小的 稍稍一下 萬不離 萬不信 百分之一就好了 他是真的呢 好不好 今天是過年 現今的過年 已經完全沒有年位了 我印象當中我講這句話 我好像連續跟大家講了 不知道十年了吧 十年前的直播 十年前的直播 在過年的時候 館長就是跟大家這麼講 十年後的直播 還是這麼講 現在過年都沒有年位了 都不像我們小時候 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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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大家不用想那麼多 其實過年就是一個 長假 他是讓你 去休息 去 娛樂 去 無論是你是要好好的去玩一玩 出國也好 還是說 你只想要好好的 待在家裡面 混吃等死 啊好好喔 或是說 各位喜歡玩電玩 喜歡做什麼事情 在這一個禮拜裡面 大家可以去把它完成 比方說 唱卡拉OK之類的 有沒有 或是吃 現在時下最流行的甜品 但是很可惜的是 過年其實也有很多店家都沒有開 所以說 我覺得大家最好的建議就是 宅在家裡面 多醉醉劇 醉醉電影 反正在家裡面很舒服嘛 看看手機 and 吃吃一些 大家家裡面都有買蠻多零食的吧 試圖把自己搞成糖尿病高血壓 好不好 把自己搞中風 呃 或是也可以來我們陳吉思汗 做訓練 如果你不想要加入會員的 你可以付單次兩百塊 好不好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 轉去工商 對工商一下 好不好 也可以來一下我們陳吉思汗 我們陳吉思汗都有開喔 都有開喔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